我在去上班的路上 地铁上的人不是非常多 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我唯一看到一个戴口罩的 也是一个亚洲人 是一个韩国女生 今天是意大利全国范围内封城后的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从意大利疫情爆发开始到现在 意大利人对于口罩的态度上面 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今天啊 我们就来看一看 让意大利人戴上口罩 分几步 一部分人呢 他们主要是年轻人 缺乏这个基础的卫生知识 了解这个病 这次病毒的特殊性 所以他们是比较一个 无知无畏的态度 我们就会看到非常多的新闻啊 不戴口罩也好 继续去夜店 party 跟朋友聚会 那么啊 这个阶段也是让我们祖国网友 操碎了心的一个阶段 于是 在网上出现了各种广为流传的 意大利人抗疫方式 在网上出现了 也来到 也有疫情 也有疫情 我都好 所以是选择 了审判 并住审判 我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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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怕吗 你会怕吗 我 我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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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您对 您是紧随时 但是 你会感觉到 小人为巨医 匙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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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 to the Italian region 保留 onde我们可以做一步 我说的Italia 我说我的亲爱的兄弟 我的父亲 我的父母 我��下了在家 随着整个国际的余法 现在街上 也有更多人员着了 戴口罩的人了 不光是亚洲人戴口罩 还有非常多的 意大利人也开始戴上了口罩 关注我评论区告诉我 你对意大利人戴口罩这事怎么看